警报器灯灯作响 代表房屋结构可能已经出现问题 这个只有首长大小的盒子 是台湾知名地震学者 马国凤领军的研究团队 最新研发的地震监控仪 透过监控房屋的震动频率 能掌握结构安全 民众将地震仪安装在家里 当地震来临时 能够及时了解自家的房屋结构 是否有受到损害 就像是十位房屋健康检查 我们人都会去做健康检查 车子每五年都要验车 为什么房子买了三十年 都不需要验一次 而且钢筋水泥它也会衰竭的 慢慢的那个强度会改变的 所以你这样子的检查 也可以了解你本身的健康状况 就房屋的健康状况 微型地震仪目前在地震研究 先进的国家 像是美国 日本都正快速发展 中研院研究团队希望 这个完全Made in Taiwan的地震仪 未来商品化后 价格能压在一万元以内 0403地震让各界更重视老屋安全 让都更最大的难题 就是住户意见整合不易 对房屋的结构安全 往往也各执己见 透过安装建物地震仪 让科学说话 或许更能凝聚共事 民事新闻沈亚文 赖冠玉台北报道 对房屋的结构